敵人把脑袋砍起来了 还在那儿不服气呢 你有什么不服气的 我看打起战来 第一次的就是你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疼吗 还好 不是我劝你啊 你说你一个堂堂的一个主任 还是一个女干部 你干嘛跟两个小兵过不去啊 两个男人打仗 你一个女人往上冲什么呀 弄成这样 又是她 谁啊 我看华尔米彩都一样 还能用谁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铁拳团的那个吧 她怎么跑特种部队去了 是红细胞 红细胞 卫生员集训啊 你拿什么我帮你拿 小姐 帮我叫下司机 去哪儿都伤成这样了 还出去 我想出去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也让我帮你拿到个国家 我怎么没有 我没有 她把他们拿到 都没有 我没有 还好 留下 请别走神 为了加强你们的专业学习 我给你们请来了 一位特别的教员 唐主任 请 女的 可这你真不愿意干吗 确定是你的村庭吗 怎么了 背后看 已死人 哪意思 一转头 吓死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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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了吧 一转头 吓死人 怎么是他呀 蛋了 还春天呢 整个一寒冬腊月 女魂渡罗 会死人哪 不惦记了 哪跟哪啊 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是军区军事游戏办公室的唐主任 以前呢 是特战研究中心的工程师 可以说啊 他是情报特战数量专家 今天 就由他向你们授课 情报术这么特殊的课程 大家欢迎欢迎 小唐 这帮小子交给你了 两句话 你那起来 我们先目前观众 ہو怎么va的事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 到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 我们刚才正在进行反恐手语的训练 反恐手语 那你说说手语内容是什么 你 到 手语内容是什么 说呀 怎么 作为一个军人连实话都不敢说吗 报告 刚才我们的反恐手语内容是 发现女性一名身高一米七十 还学会目测身高了呢 谢谢教研表扬 那 这是什么 说呀 是 他们推测你是B罩杯 我说是C罩杯 别笑了 报告 说 啥B罩杯啥C罩杯啊 不是 是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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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红细胞特训班 观察敏锐 你们解救人质 还能推测出 女性人质的罩碑 你们是不是觉得 自己很厉害啊 好的 藏教员 我们必须这样目错 理由 报告 藏教员 当人质被匪俗劫持时 要考虑一切可能影响 狙击步枪弹道的因素 尤其是女性人质 凶刀罩碑 必须在狙击手射击弹道的 考虑范围